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阿帕契战机因为日前贵妇团声名大噪 不过你知道吗 这个阿帕契战机我们台湾买进来之后 到现在一直还没有成军 不过来看到最近呢 国防部推出了好多段 这个阿帕契打击目标的影片 哇 阿帕契好威哦 好准哦 怎么打怎么中 那这次代表就是说 阿帕契军队即将成军了 见对各位来宾 自身媒体也欢迎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胡孝晨 大家好 媒体共同志康权郡俊 我也好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军情好公网站总编施孝伟 我也好大家好 阿帕契好威 感谢强大的攻击能力 发射刺针飞弹 陆军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精准摧毁空中目标 地狱火飞弹火箭弹 也成功击中海上跟陆上的敌军标靶 另外也有30公里激泡的操演画面 国防部首度公布阿帕契去年8月 在屏东宝丽山联逊基地的事案射击 即使阿帕契因为贵夫团案 至今尚未能够成军 但国防部透过影片证实 阿帕契已经具备了实战能力 哦原来他已经具有实战能力 不过说实话 本来阿帕契在国际当中的战机 就是属于水准以上的啦 这是卡了很久耶 对当然你说一个机队引进以后 对不对 你说引进进来 马上就能够成军服役吗 并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能够有足够的人员 来操作它 它才能够具备战 人不够 对啊 因为你不可能你在换装的过程中 假设说好 今天以台湾来说 我们一共买了30架的H-641战斗直升机 所以等于说 它有30个飞行员 跟这个30个 就是后座的这个武器 那个前座的武器官 等于加起来一共有60个空情人员 它都要能够玩逊 它才能够让这30架的 这个H-641的战机 那个直升机能够全速的升空 但实际上你说 真正买进来 甚至于开始陆续运交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有办法 有找到那么多的飞行员 通通送到国外 让他们通通具备 驾驶H-641的能力 然后来让它回到国内 这些贵副团是不是也因此 让教官速度慢了点 这个事情其实当然是有 绝对有非常 那个严重的影响 因为当时 李现荣那个事件以后 造成当时陆军H-641 这个机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总指教官 也就是老乃城 因此而停飞 那我们知道 你这个机队 当时在引进的时候 老乃城 他是出国换装的人员 那你 我们刚一直讲 就是说 其实你不管当时过去换装 换下2000 F-16战机等等 都不可能把所有的 那个编程所需的飞行员 送到国外去 那通常你像一个 这个H-641来讲 它有30架飞机 事实上 它可能至少 需要有大概 45组的人员 也就是说 它的每一架飞机 大概有1.5组的人员 来操作 也就是说 你在飞机买件的时候 不可能让那么多人 通通都出去嘛 所以你可能是 让五个人 让五组人 出去玩讯以后 回来 让这五组人 开始慢慢叫大家 一定也是这样 同时这样也搭配上 你地面的人员的学习等等 才能够跟上 这个整个换装的速度 那后来因为老乃城 它是个很重要的 换训的人员 那它停飞了 那当然会影响到 后面整个换训的 这个训能 不过当然 你看到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非常的 看起来很威 很精彩 对啊 我们的H-641 守卫者战斗直升机 特别你可以看到 它不但能够打 那个地狱火飞带 也能够打 那个刺针飞带 那另外它也可以打 那个各式 2.7的那种火箭 等等 你可以看到 它打的时候 可以说非常精准 但这一次 要特别强调 是它下面的 30公里的链炮 挂机炮在上面 对 因为你看 我们一架战斗直升机 你不可能拿 阿帕奇飞弹 去打所有那种 可能三个兵 两个兵 五个兵 太浪费了 当时 当然在美军来讲 它当然其实甚至有通过 有个公文 在第一次播放战胜的时候 要求 你在发射地狱火飞弹 攻击地面目标的时候 这地面目标的价值 一定要高于10万美金 当然最后也没有人 真正在遵守 因为你能够判断 那几个人的价值 不到10万美金吗 所以你看 它为什么要做 这样一个机炮 在上面 就是说如果今天 它有那种可能是 软的目标 或者说是那种人 等等 它就不需要 动用到地狱火 这个飞弹 你看 这样砰砰砰砰打出去 那这个阿帕奇的 这个30公里 这个机炮 其实又很厉害 它这个机炮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 经过特别设计的 这个M230 这个链炮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一般这个机炮 那个在发射的时候 它发射炮弹出去 它通常要透过后座力 然后把原本那个弹壳 往后顶 然后把它顶出那个机炮 那个等于那个弹药室之后 再由那个机械方式 让下一枚这个炮弹 还没有发射炮弹进弹 然后再完成避锁 跟发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因为那个我们知道 如果是你是使用 用瓦斯退壳的话 它其实会对这个机炮 本身产生非常大的 这个后座力 会甚至于影响到 就是说让这个飞机本身 发射这个炮弹 这个飞机本身 都会因此而震动 导致飞行上不稳 对 那个后座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用非常特别的 一个进弹的方式 它是用电力旋转的机构 然后把炮弹 那个顶进去 然后发射 然后再用这个电力机构 把这个炮弹 那个抽出来 然后甩掉 然后再另下一颗再进去 所以这是它设计上 最特别的这个地方 因此大幅降低了 M两三栋 这个链炮的这个后座力 而且虽然说也 因为这样 让这个M两三栋 这个链炮 它本身的这个射速 本身不是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发射的时候 一般的这种机炮来讲 它等于是一个特大号的步枪 它是一种直射式的武器 但是这个两三栋 这个链炮 它射出去 它这个弹道 其实是有点弯曲的 抛物线 这个抛物线的一个 是那个抛物线的一个弹道 所以也让这些 在地面上被打的这些人 其实有时候 它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 确定就是说 它那个攻击来源 但是你看 这个M两三栋 这个链炮 它的这个射击 可以说非常的一个优异 而且它用M789这个弹药 它这个弹药 其实非常特别 它本身是既具备破片 也具备这个喷咽这个性能 也就是说 它击中目标以后 它里面这个锥形成型装药 可以产生 可以产生一个非常高热的 一个细小的这个喷咽 然后这个喷咽 可以大概烧穿 50公里左右 没有这个装甲 那你看一般战术来讲 上面都比较薄嘛 对不对 50公里的那个装甲 它都能够烧穿了 那打下去 那对不起一定完蛋 那同时呢 它炸到地面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产生那个喷咽之外 它还会产生那个爆炸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那几个塔利班的士兵 四个人那边 在那个阿富汗的街头 闲闲晃晃晃晃 你看根本不知大祸将至 那个炮弹 就从天上如雨般的这个下来 批啪啪啪 打了一阵以后 就通通在剑一妈死 当然除了这个H61 配备这个M23栋的 这个炼炮之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个俄罗斯 它也非常重视 这个直升机的 这个炼炮的发展 所以其实在相同的 战术概念之下 他们也开发出 他们的2A42型的 这个空对地的这个机炮 这个两个机炮 其实可以说在性能 作战性能上来讲 几乎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 当然M2A42这个机炮 它本身速度又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呢 整体来说 虽然它的那个射速大 然后它的后座力也比较强 但是你看 它们两种这个机炮 对不对 装在这种战斗直升机上面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它们绝对是跟飞行员的 这个头盔能够连线的 我懂了 那个头盔好像一顶一百多万 对不对 然后说摇什么地方 那个机枪就打哪里就对了 是的 没错 真的是这样子 它在那个武器官在操作的时候 它的那个头盔 一定是跟它底下这个练炮 像不管米28也好 或H61 这个所谓的直升机也好 它两者之间 一定是连线的 也就是武器官的头往右边转 这个炮就跟着往右边直 然后头一滴 那个炮 就往下打 头抬起来就抬起来 然后转回来就跟着转回来 所以让H61 跟这个米28的这个武器官 基本上来讲 真的是让它能够看到哪里 打到哪里 很厉害 对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我们不要说警犬 只有能够小狗来当吗 这个英国的小女孩说 怎么可以都只有狗狗呢 猫可不可以 是不是因此 在英国当地 也会出现警猫呢 有可能会这样子出现 那个英国第一只警猫 这是个五岁大的一个小女孩 叫Edison 那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那个叫Durhan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警察局的一个局长 他刚才讲说 我看到很多的狗狗当警犬 可是呢 我觉得猫咪也可以来加入 可是猫咪太温血了 没有杀伤力 这代表你没有养过猫 猫咪怎么可能有温血的情况 他会后面偷袭你嘛 对不对 也不是 他有很多狩猎上面的一个行为 可以啊 那这个Edison他就讲到 他这个猫咪 为什么适合当警猫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他说第一个 他非常非常的灵敏 机灵 而且呢 立即的躲开危险 这他讲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他很会爬树哦 而且他爬树之后 他可以爬到树上去 把受困在树上的人 把他给救下来 真假的 这是他讲的第二个 第三个他讲什么 为什么 你看看 我们家的那个狗狗 跟我们家的猫咪 现在都会成为好朋友 大家在一起 那既然在一起之后 所以这个猫咪也可以 我想有几猫出现 也可以跟警犬 在一起这样子生活 学警犬就对了 对 当然这个小女孩 同言同语很萌 他就对猫咪 因为他们叫猫咪 显然应该是非常乖 所以他才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不过 这个其实 大家有养过猫都知道 你刚刚讲猫咪是很温寻 其实猫咪并不温寻 有时候凶起来是很恐怖 他很野性实在还蛮够的 第二个他讲说 这个猫爬到树上去 可以就困在树上的人 对不对 我不相信 我要跟这个小女生 讲一件事情 绝大多数猫咪上了树之后 不太能下得来 他也下不来 他下不来 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的第一个视力不好 第二个的话 他要下来的时候 他想头往下 他会觉得害怕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猫咪就受困在树上面 第三个你说 他很灵敏会不落跑 这的确真的 但是如果今天 碰到一个歹徒的话 猫咪落跑了 你想想看 被害人会不会觉得很闷 他会很闷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猫咪很会睡觉 也就是说你 如果养了一只紧猫咪 他可能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睡觉 如果当紧猫之后 他负责什么任务 他负责 我想可以做一些 所谓的宣传大使 对不对 那这个信写过去之后 就跟你讲 那个警察局长 还有认真的回信 这如果在台湾的话 大概可能就把他丢了 真的给他当宣传大使 这么爽的工作 人家还真的回信 人家的警察局长回信 而且还把他的那个猫咪 他自己画了一个 他们家自己养的一个猫 我看感觉起来 很像是两色猫 我感觉这个是白的 其他黑的那种 会不会是英国老鼠多 所以他可以当警猫 这是一个原因 不过他是有讲过是说 他这里面有提到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的话 他有收到 这个安德森的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会考虑 考虑可能我们会有一个 那个英国的第一次警猫 当吉祥大使 会出现 对 他可以做什么东西 抓老鼠 吉祥大使 抓老鼠 宣传 然后另外的话 他可以做一些 抚慰人心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那所以英国这边 就认为就说 好我们现在目前 好好来研究一下 不过我要跟英国人 特别讲清楚一下 不用研究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就有 日本有猫镇长 他还有那个猫警官 真的有猫警官 有猫警官 这个猫警官 在京都府的宫金市 这里面有个叫养老派出所 这个猫咪 他的名字 你听起来 感觉起来就好像 那个什么 日本那个幕府时代 捕快的名字 叫做医幼卫门 养老派出所 说什么阿公阿嬷的 不是 人家那个派出所 叫养老派出所 这样子 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话 有很多的老人家 所以在养老派出所 那医幼卫门 他这个 他主要是因为 他有一个巡察长 这巡察长 就是这个是他的主人 那巡察长 他养了医幼卫门之后 就开始 就把他的这个旁边 就做了一个背心 所以就是仿那个 警用的背心 你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一个小帽帽 在这里 对不对 帽帽前面还有一朵花 那这个医幼卫门 在做什么事情呢 平常的时候 他是就是在 窝在那个 那个分住所这边 负责给拍照的 负责给人家拍照 那也是功能之一 就纪念嘛 对 还有另外的话 就是在宣导什么 宣导这个防诈骗 猫宣导防诈骗 怎么宣导啊 我跟你讲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就是日本人家 厉害的地方 他们今天 把带出去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去跟人家讲 有医幼卫门 来帮大家 尤其是老人家 这种防范诈骗 看到医幼卫门 就想起来 我不要随便接受 这个歹徒的这种 威胁恐吓 或者是这种 诈骗的这种情况 所以只要医幼卫门出来 他等于就是个 代言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医幼卫门 他只要是 那个在分住所里面 或者他的主人 把带出去 大家都知道 医幼卫门 今天又要出巡了 出巡之后 大家都会晓得说 我们今天要小心 防范这个 所谓诈骗 是案件的一个发生 那他就在这个 这个区块里面 就成为这个 当地人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指标 也是一个 你这样讲 当急项目的功能 比较多 他没办法像警犬 你现在反应那么快 你要猫咪当警犬吗 你疯了吗 猫咪怎么会 可能当警犬呢 猫咪除了会睡觉之外 塞呐之外 他还会做什么 我跟你讲 现在还有很多的猫咪 连那个老鼠都不太敢抓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猫被那个老鼠 吓得软腿的吗 好像有 有耶 所以我还是认为 猫咪他本身真的很可爱 但是如果真的要 当所谓的警猫 我认为大家还是想一想 不过呢 如果把摆在这个派出所里面 当作是一个吉祥物的话 倒是可以参考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警察局 也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这个一定可以参考 我们都知道说龙达鲁西 之前因为格斗比赛成绩很好 后来就转型 当电影明星 不过其实带你来看到 不止龙达鲁西 我待会这位 其实你看到就说 我真的似曾相识 因为这个也是格斗美女 而他演的这个电影 比龙达鲁西更多 Tenget K算是龙达鲁西的尸杰 对没错 有些人说 这个名嘴就是出一张嘴 那么甚至于 还有人批评说 你们就在网路上找一些资料 报纸上找一些资料 然后就可以做一个评论 比如说我们常讲的 格斗季龙达鲁西等等 我现在就要告诉各位 这个出身新闻界的 很多名嘴是很认真的 在包括收藏资料的部分 这个就是各位所看不到 但是龙达鲁西 运动画刊 这是百分之百的运动画刊 这个人就叫龙达鲁西 这本龙达 这本非常非常扬眼 非常好看 对没有没有错 不过这个 还是不给你不看 就是这样子 不给看 所以才值钱 这本龙达鲁西 世界格斗季的女王 这个所谓的运动画刊 之所以非常珍贵的原因 是因为她 这件泳装是画上去的 运动画刊 这是针对龙达鲁西的运动画刊 对没有错 那么这个泳装 其实是画上去 也就是说她是全裸的 她是白色的布 把画上去的 对没有错 手在摸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错 她是全裸的 这真的是有 没有太靠近 你不是彭华干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然后呢 她是全裸的 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她很健美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本运动画刊呢 这个洛阳纸柜 大家抢了半天 大概全台湾 没有人几个人可以拿得到 我只是看是因为她远没有穿 你不会觉得说 她给你一种 好像裸体猥蜉的感觉 对不对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 这个很漂亮的 很多人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用画上去的 你已经说明你有做功课 不过我还是不给你们看 很简单 讲她 讲她 重点就在于说 其实龙达鲁西 这些年以来 在这个相关的电影里面 我们大家对她印象深刻 其实在龙达鲁西 还没有出现 她是哪一位 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就有位吉娜卡拉诺 吉娜卡拉诺 她跟龙达鲁西非常像 她的整个崛起非常像 原因是因为 她还是MMA相关的 这个雨量级的格斗季的女王 那么其实1982年出生 4月16号出生 刚好快要生日快要到了 那么她自己本身 因为她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又学格斗 你看她打泰拳 她泰拳是12胜 她的战绩12胜一副一平 算是很厉害 也不错的了 那她打MMA的以后 7胜一副 几乎都赢了 可惜可惜的是 那一副就是她一生中 最大的梦魇 受伤了 为什么呢 在2009年的时候 她跟这个机械兽 她遇到了她 生平最强大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对手 你听那名字机械兽 就知道很可怕了 你知道吗 就没想到跟机械兽的 这一战 这一战呢 这个桑多斯哥这一战 她在桑多斯在第一回合 就被她 就把她给打倒了 你知道吗 这个打倒呢 我为什么说 跟这个龙达鲁西很像 因为她被打倒了以后呢 你看她被打伤得 非常的严重 然后呢其实休养了好几个月 而且跟龙达鲁西一样 被受伤了以后呢 休养了以后呢 到底什么时候付出 还不知道 所以后来啊 吉纳卡拉诺 后来因为被这个机械兽 打伤了以后 她丧失了世界第一的这个头衔 然后后来她自己本身呢 也放弃 宣布退役 这很可惜 不过还好的是 她后来就加入了拍摄 各式各样的电影 变成艺人了 没有错 就变成艺人了 龙达鲁西也是这样嘛 后来去拍了很多的电影 对不对 她电影更多 每年都有作品 从2008年的这个终极总动员 完命六也有 完命关头六她也有 那个二贵英雄死世 今年的很有名的电影 她也有 那我个人觉得 她在这个所谓的 极客反击里面 2011年拍的那个极客反击里面 最有名 为什么呢 极客反击其实就是以她为主 虽然她是女主角 其实全片都是以她个人为主 她的电影里面 其实叙述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女特工 她去执行杀人的任务 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一直都是得逞的 结果后来她被她的组织里面的人 给背叛了 给出卖了 全世界所有的杀手 跟间谍组织都要杀她 那她必须一边逃 她还必须找出是谁背叛她 然后去缓急 那在过程当中 她跟很多有名的一个男星 就必须要对手戏 你看这一出 刚刚那个男主角 要从后面打她 有没有 一拳打她背后 NG的无限次 你知道吗 因为她男主角 男主角说 我从来没有打过女人 这样打法 这样好吗 打到后来一直NG 后来 吉娜卡拉罗就跟她讲说 虽然我长得很性感的 你就不要把她当女人 就把她当男人打就好了 因为这样子才拍下 刚刚的那一段 然后呢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 拳拳道路的打法 那在这里面 你跟各位说 其实她的身材 真的很傲人 她1米73 173公分 比我矮1公分了 然后可是 她的身材真棒 你知道吗 你说曲线 她曲线真棒 碍于尺度 我们不方便给大家看 她有多棒 因为她的全裸 对不对 那很多的男明星 跟很多的这个 等于说蓝以民 大家比雪怪喷不停了 你知道吗 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她在片场拍片的时候 导演形容 所有的男明星 全部大家都在看她 一直看着她这样 哎呀 讲话又风趣又幽默 然后呢 长相又甜美 身材又好 身材又很正典 但是等到开拍的时候 每个人都 有意无意的 稍微离他远一年 因为太美了 因为他真的会打 你知道吗 在这个极客救援里面呢 事实上呢 他极客反击里面呢 极客反击的电影里面 他有一个床戏 你知道吗 有一个床戏是 非常的动作 非常的激烈 然后呢 看起来呢 是又维缅又落伯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男主角说 这是他拍过一生中 最难拍的这个床戏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在上半时候 看似全裸 下半时候 又厚厚的 把他重点部位 全部又负荡 保护起来 为什么呢 他说怕 到时候拍到一半 对不对 因为他们必须 先有个扭打 然后再开始床戏 他说怕 怕拍到一半的时候 急纳一个不小心 嘿咻 然后他就中了 所以他就自己 在这个地方 他说 他在拍的时候 是充满了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你就知道 吉纳卡拉诺 事实上呢 他是真的在演艺事业里面呢 有不错的发展 那你说他还要不要再回MMA 对不对 对啊 2014年 其实他本来有机会 可以安排他跟龙达 有机会的结果 后来可惜没有谈拢 所以从此以后呢 从2009年开始 吉纳卡拉诺 从此以后就远离了世界女子格斗赛 这是真的吗 狗狗会开车 而且还会开飞机 他们真的可以upgrade很高 上一段 肖诚哥告诉我们说 猫可以当紧猫 但是我们来看到 狗真的会开车吗 开车还要打P档 打D档 还要打N档 还要加油门 我就不相信狗做得到 如果你经过适当的训练的话 我想应该是 应该可以开车 听你说 所以要跟很多的朋友讲 如果狗训练出来都会开车 凭什么跟人家讲 你不会开车呢 我们以后将来搭无人车就好 无人电动车就好了 如果有只狗狗开的话 你们就觉得 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吗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悲剧 这个叫为什么叫悲剧呢 在美国的明年苏达州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货车 然后还能缓缓的 就这样子突然间 本来是停止状态 突然间都往前冲 冲冲冲先压过了一棵树之后 还能来往前冲 再冲过去的时候就撞了一部车子 这个时候大家想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很多的一个民众过来看 一看的时候就发觉到 拉布拉多有没有在这里 也就是说 刚才这个车祸 其实是这只拉布拉多狗 它造成了 操作不慎的原因 真假的 你想太多了好不好 什么操作不慎 这应该是 这个拉布拉多 常常跟着主人这样子出去出游 因为这个是货车嘛 常常美国很多货车 他们的那个实习实习就养狗的 可是那狗久了之后 看了这也差不多也都 大概都知道 有一些包括像例如手刹车啊 还有一些那个 一些机械部分的一些 那个运作状况 他的主人应该是下去 可能要上厕所 或者去买东西 是 就拉布拉多一看 哎呦 老大不在了 那没关系 哇 这个桿子好好玩的 用鼻子一推 搞不好他就变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之后 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呢 很多人讲说 是不是拉布拉多的 开了这个货车呢 其实有可能是他自己 松动了很多 像例如手刹车 这样子的一个 机械的一个刹车机制 那会不会是主人 他忘了 可能只有打N档 车子往前滑 没有 因为这个车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停滞状态的 停滞状态 它是停下来的 哎呦 那真的是货是他闯的 当然是有可能他闯的 不过 他在怎么闯货 要赔也不是他赔嘛 他能陪着狗骨头吗 当然是他的主人 要拿钞票出来陪 那你刚才讲说 狗到底会不会开车 其实过去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 大家一个说法 就是说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经过适当的训练 狗会做很多事情 所以有人就突发心想 我可不可以训练狗来开车 那现在目前 这三只有三只狗 我们现在看这三只狗 现在成功了 据传已经会的 大概开车 就这种简易动作 应该是前面 就最旁边这一次 叫Porter 这是苏格兰 苏格兰一个混踪犬这样 这狗你没有发觉到 你看来 那煞有其事的这样子 然后坐在小小的车子里面 发动了引擎 而且另外的话 两只前脚放在方向盘上面 这个时候我又要开始 启动我的怀疑机制了 会不会是简洁的 这个怎么可能是简洁 你怎么成全 还会转方向盘 这就是狗厉害的地方 你没有发觉到 到时候狗开的搞不定 你还好 现在这个有可能是训练过的 一定要训练过 不训练的话 狗怎么会知道 他真的会操作方向吗 不过你没有发觉到 他很认真的表情吗 而且你没有发觉 他会看那个holds镜 有没有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来车 你看到没有 人家还有办法 能够这样转方向盘 而且把车子 转过头了 驾驶十足 超有职业的一个水准 当然要有人叫 没有人叫的话 那狗怎么知道 哪里要转 因为狗本身来讲的话 哪里有地方能跑的话 他就哪里去跑 他怎么会知道 所谓道路的规范是什么 现在目前Porter这只狗 已经会了开车 我想他们还是要做 做下一步的一个训练 这个训练可能是什么呢 就教他会看 那个所谓的交通号制 如果他不会看 交通号制的话 以后哪里再开上车 开上路的话 可能会抓到人 这是一定要叫的 那狗除了会开车之后 有没有可能会开飞机呢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 一样的逻辑 应该可以办得到 旁边有人一直顾着他 告诉你 再转再转再走再走 一定OK 有可能 英国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电台是这样 他是把那个所谓的 他宣称 全英国他找了 从十万只的 这个所谓的米克斯 流氧犬里面 找出了十二只 那个智商最高 EQ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狗 还有IQ最高的狗 做什么东西 就是要他们学会 所谓开飞机 那他们这种十二只狗 他们被淋选出来之后 一开始 他们就要开始听着 这个飞机的引擎声 因为你要 那个飞机的引擎声 现在前面有那个螺旋角的引擎声 声音很大 如果狗会害怕 那你就没办法过这一关 第一克克服之后 第二个要做什么 逐一单支的 就是把他带到飞上天空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这里面的时候 就做 旁边有一只狗狗 他要习惯这种 所谓飞行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要观察 狗狗在这个高空中 在这个整个飞行过程中 有没有所谓的害怕 或是一些这种 奇怪的一些举动 例如狂飞 或者是咬 咬伤那个机师 做这个动作 然后如果都没有 好 这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更进一步的 一个课程 这课程呢 包括就是 在教导这些狗狗们 可能怎么样子去 做所谓的操纵感的 这个动作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 有没有 这旁边有个操纵感 你看一只狗的 那个可爱的 卡哇伊的脚 然后就放在这边 煞有其事的 感觉起来好像是 要他来开这个飞机 但会不会成功 目前不知道 不过电视台 他们本身来讲 为了这个东西 他一共有十周的训练 他每一次的时候 都会拍一些 相关的一些纪录片 这样的一个剪辑 剪辑完过来之后 他就会告诉大家 我跟你讲 其实狗真的会开飞机 只要经过训练 就可以做到了 是真的这样子吗 我听到里面把扑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这个是一个 电视台的一个缺头 好像你有讲把扑 不老我去问你说 那如果搭飞机 狗帮你看 你要不要上去 打死也不会去做 你会做吗 当然不会 对嘛 万一要是这个狗 突然间要击笑了 为了要去追前面的鸭子 有可能就整个架飞机 那就更把扑了 那就更把扑了 所以我跟你讲 狗会不会开飞机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告诉说 狗会开飞机 我停在伴风吹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话题是 一直以来谣传 香港的演艺圈呢 背后有很多黑道在把持 包括这个艺人 到什么地方登台作秀 包括这个艺人 要不要跟我吃饭 其实黑道大哥在后面 都完全可以操纵他们 我们来看到好几年前 美艺房还在的时候 你如果还记得话 美艺房曾经被打过 当时谣传说 他其实就是在后面 有黑道把持他 这是真的吗 1990年4月24号凌晨的时候 当时曾志伟 那么在苗乔伟家里面 这个打麻将 约了刘嘉玲去打麻将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 就要告诉各位 香港黑社会 这个卷入演艺圈 有多黑有多深 那么当时刘嘉玲要去的时候 突然间三个小孙都没有来 大家紧张得要死 刘嘉玲三个小孙都没来 对 他被掳走了 掳走了以后 被绑走 对 他就是因为不愿意去拍一个黑社会大哥的片 结果片中这个黑社大哥叫几个小弟把他掳走 三个小时后回来 那当时他说是被掳走 然后掳走他的手表金钱等等 可是等到后来 这个过了十几年以后 香港东周刊突然间登出他的裸照 所以后来大家香港演艺圈大家起来游行 所以东周刊才收掉 大家不知道的是本来被指幕后卢走刘嘉玲的这个猜信大哥 其实在第二年就被人家开枪大死了 你知道吗 就在香港街头走出一个大楼的时候被开枪打死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后面都有一些这个黑社会呢 想要各自染指那个演艺圈的势力 那么从刘嘉玲然后一直讲到刚刚讲曾志伟也是一样啊 曾志伟不是在香港黑社会里面演称歌 有没有有那个黑社会大哥很了不起对不对 就因为讲跟女明星讲错话这样而已 头被打破缝了二十针 是有 那么其实啊 在这个1992年的5月4号的时候 那一天那个晚上呢 因为这个梅艳芳呢 也就是梅姑啊 那么他跟一些朋友 到这个香港很有名的兰桂坊的卡拉OK酒郎里面呢 去这个喝两杯 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 当时啊 当时14K的老大也就是 这个香港电影公司的制片 制片呢 跟老板呢 叫做黄维朗啊 那跟一群朋友 包括演艺圈的一些男明星 那也包括外面的一些黑社会的人士呢 也在里面 那就有人请他过来 因为刚好都在这边嘛 那你过来认识一下这个电影公司的老板 不管他的背景是怎样啊 过来敬个酒嘛 这是个礼貌 那过来敬酒以后 梅艳芳也确实过来了 结果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黄维朗啊 在这个小弟的这个等于说 蛊惑之下呢 就说梅菇唱歌这么好听 当场来唱一首歌吧 甚至于有传说说 现场拿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一百万港币的支票 只要唱一首歌 一百万港币的支票就给你 可是梅艳芳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 她认为我来这边是消遣的 是在这个地方happy的 然后呢 你请我来我也敬酒啦 敬了以后 我不是 我不是你要我怎样 我就得怎样的 太over了 对没有错 她认为说 我婉拒 我不想这样做 所以呢 她就婉拒了 结果没想到现场 叭啦被一个耳光就打下来了 就被打了一个耳光 敬酒不吃吃罚酒 梅菇被打了一个耳光 当然她被打一个耳光了以后呢 她就很生气 那气了以后 她就离 跟朋友这样就离开这个地方 对没错 隔天呢 这个电影公司老板黄维朗啊 她突然间就在街上被人家乱打砍成重伤 砍成重伤了以后呢 送到医院去 因为这件事吗 对 那时候 大家猜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嘛 那送到医院去了以后呢 重点来啊 重伤急救 挽回一命 却有两个男的假冒事来探病的亲友 进到病床里面以后呢 拿出枪支 当场在病房把他乱枪打死 糟糕 哇 事情大掉了 这个已经变成黑帮的 这个等于说电影了嘛 那么到底是谁被指为涉案的可能性呢 如果你看过这个香港古惑仔电影 里面有一个什么东兴红兴啊 红兴铜锣湾扛霸子 谁啊 这个等于说陈浩南 对不对 陈浩南的女朋友呢 叫小杰巴黎之眼的嘛 就是叫湾仔之虎 对 湾仔之虎是这个所谓的陈耀星 陈浩南他那时候电影 那个漫画里面 电影里面叫做铜锣湾霸子 事实上他是取材自这个新义安 香港黑社会新义安里面的 湾仔之虎叫做陈耀星 他的故事 对 他的故事 其实就把他的故事呢 把他给等于说弄到那个漫画里面 然后再把他弄到这个所谓的电影里面等等 那为什么我们提到湾仔之虎呢 因为当时的新义安有五虎 五虎将就对了 十节五虎 那么这个陈耀星自己本身呢 就是五虎里面的成员 很能打 很凶狠 很凶猛 大概涉及一二十件等等了 就我刚刚说的 这个电影公司 大哥黄威朗被人家乱枪打死了以后呢 警方 香港警方立刻拘捕了陈耀星 因为怀疑跟他有关系 因为很简单 被怀疑说是在 等于说站在梅姑这边的 就是新义安的老大 就是湾仔之虎陈耀星 所以认为就是他 帮美因方报仇的 当时把他抓进去了以后呢 竟然有两百多个 新义安的弟兄包围了警署 你知道吗 把这个警察局 团团包围住 要求帮他大哥出来啊 你就知道香港黑社会 其实是势力非常的庞大 那因为新义安自己本身呢 曾经成员到 两万五千多个人以上 是很大的一个黑道帮派了 那时候后来 也让他交保 也让那个陈耀星交保了 那看起来好像是没事的 那陈耀星警戒而来呢 怕14K相关的那个黑帮呢 反扑 所以也很小心 1993年11月 也就在这个事情 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那么陈耀星呢 他喜欢飙车飙赛车啊 所以他到澳门 去参加一个赛车大会 那么就在晚上 从酒店走出来的时候 在澳门的酒店外面 就被另外一批杀手乱枪打死 那他们当时研判 虽然当时啊 这个澳门的警署 跟香港的警官 合图一个叫做杀虎行动 要追出是谁杀的 这个湾仔之父 但是后来一向 一致成名就对了 他们怀疑 其实就是职业杀手 而杀掉这个湾仔之父的原因 就是为了报复 你们当时杀了这个电影公司老板 黄维朗 所以你就知道 香港的黑社会有多乱 说到枪 我们要聚焦的是散弹枪 我们都说这个战场上面呢 当然手枪步枪都很重要 散弹枪一扛出来很威对不对 不过武器是要进步啊 但这个散弹枪 除了说他可以跟手枪 跟这个步枪结合之外 听说还出现全自动的散弹枪哦 对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枪械的设计 因为其实你单兵一个人 能够带多少武器 如果我要带一把两把三把的话 事实上对于单兵来讲 它的负荷也非常重 所以这个美军 以美军来讲 他们就开发了很多所谓模组化的设计 那这个模组化设计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他可以结合他现有的武器 让这个单兵呢 事实上他只要经过组装之后呢 他一个武器可以变成有两种的功能 增加配备的意思 对 那你就不需要说东带一把 西带一把 因为对他行径来讲 真的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就是M26 模组之后 配件的散弹枪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以我们先看这个文窑 身后的这一张图 因为这个是组装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这个很熟悉啊 就是步枪啊 这个是一般来讲 他这个M26模组 那个时候被开发出来的时候 是希望能够在M16A2 跟这个所谓M4A1的这个枪支系里面 它可以成为它里面的一个枪支的一个附件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它的主体呢 事实上还是我们所熟知的 像M4的这个所谓步枪 那可是呢 它在结合到这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就多出了两个弹枪 这个是步枪的弹架 这散弹枪的弹架 对 那把这个模组进去之后呢 事实上这一个单兵 它就可以也有步枪的功能 也有散弹枪的功能 可是这个M26模组 它其实更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在于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可以也被作为独立的使用 才是三支耶 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加上了手枪的握把 我就可以再近距离做使用 那我甚至在把它枪托 枪托再上去的时候 它感觉上类似 它就可以做一些不太一样的动作 那包含算什么 你看像这个枪 就是组装过之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谓的模组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被搭配作为使用 那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使用 那事实上M26这个模组呢 后来在阿富汗的这个美军 他们已经开始实际在使用 画面上面所看到 就他们实枪的这样一个状态 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小批增长 好 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会不会很重 感觉上两支枪的重量 如果单独带一把枪的话 那个枪大概四五公斤跑不掉 可是因为经过它模组的话 重新再经过设计的时候 事实上组装上去 那一个附件 只有1.22公斤而已 感觉还好 对 所以对单兵来讲 它的负荷不会太重 再来就是说 以步兵来说 事实上它最主要的武器 还是以它的步枪为主 那散弹枪很多时候 其实都在比较近距离 或者是呢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它要去破坏门锁 因为我如果门锁的时候 我一次打一发这个步枪弹 我给它不断的打 所以我这时候 散弹枪就很好用 那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 设计的概念下 事实上它是以步枪为主 然后以散弹枪为服 所以我们讲说 它是一个附件的状态的时候 它的散弹枪呢 也跟过去我们看到 介绍这个散弹枪 用桶装的这个 所谓的钢管不一样 它是用弹夹的方式 那用弹夹的方式 它就方便上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方的那个弹夹 以散弹M26的这个模组散弹枪来讲 它弹夹里面是一次装 五发的这个所谓散弹 那当然你可以装 这个所谓的00号的这个鹿弹 那或者是呢 你可以装一些 比如说比较不具 那么大的杀伤力 但是它其实有破坏性的 这个特种的这个弹药 事实上呢 包含像破门弹这些 它通通都可以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用所谓的弹夹式的设计 因为事实上单兵 它可以带很多的弹夹 所以它其实换弹它也方便 等于说这种箱 你要拿两种弹夹 对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介绍说 M26模组的这位 配件散弹枪的一种系统 那另外我们要介绍另外一种 又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散弹枪 这是AA12它也是散弹枪 那这个散弹枪 它做的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其实子弹用的都差不多 只是说你可以看到 它的弹夹的方式 它可以用所谓弹鼓的方式来装 那也可以用所谓的弹夹 语言的会长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M26的模组系统 它是用它一个弹夹装五发 那如果以这个所谓AA12来讲的话 它的弹夹最少可以装八发 或者是二十发或三十二发的 这个所谓的可拆式的弹鼓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以它的这个状况来讲 它就被称之为叫做自动审战枪 因为它有点像自动步枪 一打的时候你可以连发出去 所以它的射速其实非常非常快 你可以看到那个速度 一直推出来 对因为它采用开放式的枪机 所以它一拉一放之间的时候 弹就不断的上上去 然后它的破坏力就非常非常的强 那事实上这把枪也经过一个悲惨的历史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一九七二年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设计师叫做爱奇逊 他就延次出来 他这个自动的 全自动这个闪战枪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 还不错的一个发明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市场就是卖不出去 你知道 一九七二年 他把这个枪做出来 到一九八七年的时候 因为他实在太穷了 没有人要买 十几年后 对 他就把他的这个设计 就说好 那有没有人想卖 想要买那时候在美国田纳西州 有一个宪兵系统公司 他就说那本来你买多好 反正我们都是在做这个 所谓枪械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这个公司 他买下来之后 一九八七年给他买下来之后 其实他们也没有很认真 去看这个枪 他们就说 我在我平常的这个设计 或者其他之外 我们来看你这个枪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 你知道这一改进 改了十八年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之后 去里面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 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设计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总有些东西要修改 你知道后来修改了 一百八十八个零件 就把整个设计 几乎全部都拆开之后 把它重新再组装起来之后 2004年的时候 这个宪兵系统公司 他完成了十支的原型枪 而且他更厉害的是什么 你知道 他其实把他整个枪的 那个长度给缩短 缩短之后 可是枪管的长度 并没有缩短 那差别是什么 你知道差别就是他的射程 因为你知道像一般枪的话 枪管越长 他射程其实越远 那他也让他整个的 那个作动机构更为紧凑 但是又不影响他的射程 而且再来就是说 他们帮他进行了减重的计划 您刚刚有问到说单兵 轻一点比较好打 对对 这把枪你说轻其实也还好 为什么他有4.76公斤 那你 这跟一个步枪已经差不多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我一个单兵要带一个步枪 我还要再带一个审战枪 那我拿上次那支就好了 那我可能就要8公斤重了 但问题是携带量也不一样 再来他设计的方式 其实也不相同 所以以他的来讲的话 他这个枪 他也发展出不同的构型 他为什么在倒水 这个也还很特别 散热吗 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他都要再强调 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 下面去作战 所以他其实 泡在水里面打 对对 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枪 这不是从泥水里面拿起来打 很泥巴的 粉尘的 对没有错 好那你现在讲到粉尘 这个泥巴 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事实上这把枪 他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枪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过去我们看到的枪 很多都是用铸造的方式 或者是用压模 或者用车销的方式 那以这把枪来讲 AS2他是用很大量 所谓的不锈钢 那他也强调说 我的枪身的设计 你自己看 他整个枪身的设计 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这个所谓的 感觉像一体成型 对 他其实重点就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宪兵系统公司 他讲说 我跟你说 我这个枪很厉害 你知道吗 一般我们枪支打完之后 是不是要做分解 然后要保养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枪很厉害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里面呢 有排除这个灰尘 排除杂质这些机构 所以我们通通都不需要 不用保养 也不用清枪 什么都不用 可是这里面就出现一点争议 你知道吗 因为原来的设计者 就我们讲说 原来这个枪的设计 他有出来讲说 其实我原先设计这个枪的时候 我打一万发的时候 才需要 他是讲才需要清洗 不用那么先这样保养 可是限兵系统公司 他讲说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更厉害了 我们这个打完之后 就完全就不需要清枪 对对 不过就枪支保养的概念 我想当然没有一个使用者 会放任自己的武器 打完就丢在那 这个清洁的动作 其实还是会做 那以这个AA12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也可以发射出 他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弹药 所以他到战场上面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比如他使用露弹 露弹就我们一般讲的 这个散弹枪 散弹的部分 那也可以用重弹头 或者是非致命性的橡胶 那以橡胶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拿去做紧用 为什么 他有时候不是要你致命 他只是要把你击昏或什么 那甚至要破门什么的 那包含您看看 或说要发射照明弹 信号弹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让AA12成为一个很多功能型的 一种所谓的散弹枪 我们都知道说战争是残酷的 不过战争当中 一定要是对方与死 我们都知道说慈悲 是高贵的情操 当时纳粹的飞官 发现到美国这个飞官 铁定是不行了 他并没有落井下石 把他打死 经过多年之后 这两个人还成为美坛 对 这个其实在战争中 有发生过这样的这个往事 还不止一次 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其实发生在1943年的12月20号 当年美国那个陆军航空队的 这个B-17的轰炸机 他寿命去轰炸哪里 去寿命轰炸 位在德国 Bremont 也是布莱梅的这个 福克乌尔夫的这个飞机制造工厂 美军打德国就对了 美国要轰炸德国 那当时那个时候 福克乌尔夫的这个公司 他生产这个战斗机 也就是赫赫有名的FW190 那FW190战机其实是二四大战的时候 德国所开发出一款相当成空的 中低空的战机 那这个时候美军 他们当年在那个杜利德的指挥下 第八航空军 有相当多的这个轰炸大队 然后这些轰炸大队 散布在整个英格兰的这个南部 那这些英格兰南部的 这些轰炸机的这个飞行员 他们就要从英国起飞 然后在北海上空集结以后 去哪里去轰炸德国 那这一天的这个任务也是一样 那来自于这个大队的 那个一架B-17轰炸机 他当时要去轰炸 那个Bremann的这个工厂 那这架叫老啤酒车 那这架飞机呢 他呢其实整个飞行过程中 他其实运气就真的很不好 因为他整个 那个在飞往德国这个路上 他就遭到德国空军 那个地面防空炮的那个射击 其实就已经你看 照这个画上就可以看出来 他就被打了你看 四颗发动机就已经被打掉了一颗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 他的速度就越来越低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已经几乎没有办法 去继续执行他的轰炸任务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把那个炸弹丢掉 然后要准备返航 但是他的厄运 他的备运 还没有到此结束 你看这架轰炸机 他当时你看 他飞机上 前面两挺枪 那个机背上三挺 侧腰两挺 然后机尾两挺 机腹两挺 这一共11挺枪里面 对不对 被德国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 砰砰砰砰砰砰 打到只剩下三挺枪 还能够运作 全机11个人里面 对不对 然后那个有 都破碎你看 对你看都破碎 然后机尾这个炮手 对不对 阵亡 然后呢 机上的其他前面 这十个人里面 有六个重伤 四个也那个 没有受伤而已 甚至于连飞行员 那飞行员的名字非常好玩 叫查理布朗 查理布朗 是查理布朗是谁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史努比的这个 史努比的主人 好朋友嘛 但其实这个查理布朗 在美军里面 还有真的不少人 我也认识一个查理布朗 但他OK 他不是那个 美国空军的 或是陆军航空队 那当时这架飞行 你看被打成这个样子以后 那最后 当这个德国的 这个战斗机飞行员 第27战斗机 连队的这个 FRIZ 飞上来的时候 本来他寿命是到 结果这架飞机 你知道吗 就把他给K掉了 但结果他飞过来的时候 一看 这架飞机已经被打得烂烂的 然后飞过去的时候 已经飞到离他很近 连自己安全都难保了 对 非常很近 因为他那个B17 他其实为什么能够称为 空中堡垒 就他飞机上有 非常强大的防御武装 但你看 这所有的枪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 11个人里面 已经有一个阵亡 然后剩下6个又受了伤 然后剩下4个 能够勉勉强强 飞机能够飞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时候 他看到 你看他已经飞到 离那么近了 对他没有任何的 反击的动作 这时候他就已经知道 这架飞机已经差不多了 但他飞走就对了 已经不只是半条命去了 像以B17来讲 他那时候 当时的飞行速度 只剩下他设计速度 百分之四十而已 安全这样就很厉害了 速度很低 所以那时候 他因为这个 德国的飞行员 这个Fritz 他当时来讲 他第一次得到那个任命 他是在很有名的 第27连队 27连队出过很多名人 包括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非洲之星 都是27连队出身的 那这个他当时 他的那个第一任的 这个大队长就告诉他说 你去打敌机的时候 你记住 你是一个军人 你是个骑士 你只可以打 可以作战的飞机 如果哪一天 又是敌人 这个飞机已经被你骑过 然后挂在叫做伞上面 被你打掉的话 告诉你下来 我第一个把你给毙了 羞耻 对 他觉得在骑士上 跟日本的武士完全不一样 他后来怎么处理他 对 他最后来看到他 觉得他实在不行 当然他就问他说 他就用手势 比如说问他 你要不要迫降 就是迫降投降 还指挥他 他也不愿意 然后那后来 他也就知道他的心意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投降 但是他基于骑士的精神 他就伴随着这架飞机 飞越了这个北海上 护送他 对 护送他 跟他飞了32公里远 等于说让他看到 已经可以确定回到英格兰了 然后还跟他挥挥手道别 然后这架飞机 然后一直飞到很低 就是大概整个飞行高度 就差不多在3000英尺 也1000多公尺的高度 慢慢撑回到英国基地之后 马上迫降 因为你看他被打成这个样 飞机第一速度只要40% 第二他其实飞机上面 一些控制的一些什么 抑压 都已经被打得很惨 所以当时来讲 他放了他一命 但是救了他一命 让这个Charlie Brown 他其实内心非常感激 他后来大战结束以后 他退伍 然后成为社会上有用人士之后 他到老年 他一直还记得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想知道 当年是谁放了他一马 想找他 对 所以他想要找他 所以他去登那个报纸 希望能够 他想要知道 1943年12月20号 谁在布莱梅上空 放了我一马 救了我一命的 那个德国飞行员 然后当然三年之后 当然这个也不会 马上就找到 那个三年之后呢 他终于找到 就是有个回信 然后这个Freezer 终于告诉他说 当年就是我把你护送 护送那个横越北海上空 那后来他们两个人 在那个 见了面以后 成为好朋友 一直到2008年 两个人先后过世为止 1928年4月5号 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历史上的今天 1928年4月5日 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 根据第三国际对于各国支部 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规定 台共地属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民族支部 由于日共于1945年以前 在日本属于非法 台共在台湾日治时期 也被台湾总督府视为非法政党而加以取缔 1931年9月 台湾共产党党员遭到大举逮捕入狱 台湾共产党停止运作 宣告覆灭 14年以后 日本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撤出台湾 日治时期结束 蔡孝乾与张志忠于1946年回到台湾 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与过去日治时期的台湾共产党组织并没有继承的关系 1947年时台湾的共产党势力仍处于草创时期 势力薄弱 沈公为党员只有七十几人 228事件爆发后 日治时期的旧台共成员谢雪红等 在台中参与起义反抗国军 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国民党政府情治机构 对台湾社会进行强力监控 对任何可疑人士的整肃与捕杀之下 台湾的共产主义活动毫无立足之地 并逐渐瓦解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